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师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师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还有议题的整理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知道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非常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以及更深入的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笑的声音 我想在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强调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 但是其实有这么容易发生吗 其实这个奇迹的背后 如果没有一些扎实的基础 或者是那种非常苦力的这种劳动的过程 工作的过程 我想这些奇迹恐怕也都不会存在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奇迹 看到那个光鲜亮丽的这一面 可是会忘记了 在这个奇迹背后 为我们非常努力工作的这些朋友们 那在台湾过去的矿业 在台湾的经济生产当中占的一定的角色 包括煤矿或是其他的这种采矿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北台湾有很多知名的风景 这个景调 例如说活动也好 或者是九份也好 金山也好 他们都是跟台湾矿业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也因为这个矿业聚集了很多的人 也让这个地方的生意 这个产业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展 但是其实我们对这些矿工有多少的了解 他们在这个矿工的生活里面 在这个所谓的采矿的过程当中 又面临到什么问题 在1980年代台湾也发生了几次大型的这个矿 这个采矿的崩塌的这个事件 那后来整个台湾的矿业 好像就不太有人去关心跟关注 不过最近有一个摄影展 叫做末代矿工的这个摄影展 那在高雄在正式的展开 从10月17号到明年的4月6号 就在高雄的劳工博物馆里面在做展出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大家访问的是 这一个摄影展的策展人 同时也是这个台北科技大学的副教授 郑怡文来跟我们谈这个展览 怡文你好 关老师好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先提到怡文了 就是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一个 末代矿工的摄影展 好的 因为4年前这个末代矿工摄影展 应该是涉及到4年前的一个机缘巧遇 就4年前呢 我认识了一群在侯童当地的退休老矿工 那时候呢 他们正建立了一个侯童矿工文史馆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刚好是在草创的阶段 那其实非常感人 因为他们七十几岁 然后自掏腰包 然后自主成立一个管 想让更多人认识侯童过去的没业的历史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感人 就想说我能够做些什么 所以我后来就回到了学校 就北科大我任教的学校 申请校内的这个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的核心 它的名称就叫做 喉童矿业劳动影像行动计划 那这个计划其实是用影像为方法 然后它结合了矿业劳动文史的教育 还有它的保存跟推广 那时候我就想说 透过这个计划跟老矿工们一起协力前进 来营运这个文史馆 那这次这个展览呢 其实也就是从这个 矿业劳动影像行动计划里面开展的 因为当初这个计划里头 有一个部分就叫做末代矿工设影计划 那因为我刚提到 这个计划除了是用影像来做 矿业文史的保存之外呢 也希望能够做矿业劳动文史的推广 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跟高雄劳工博物馆接洽 然后想说这个展是不是能够在劳工博物馆展出 那劳工博物馆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来策划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想说要在劳工博物馆展出 就希望把这故事末代的故事说得更完整 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是从一开始 这个侯童矿业劳动影像计划开始 但是呢后来我们也去腰展 希望把故事说得更完整 策划了五个子题 包括末代的浮现 因为这是一个末代矿工摄影展 末代是怎么出现的 那为了说这个故事呢 我们也邀请了蔡明德摄影师 他八历年代的作品进来 然后还有末代的呐喊见证 末代的再造与共创 还有末代的期盼 所以最后出来这个展 是有总共有五个子题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末代矿工摄影展 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回到过去的概念 而是一个末代矿工形成之后呢 就是台湾封坑之后 他们出坑 做了什么事 出坑与重生的故事 这是这个摄影展的主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当这些矿坑停止开采 之后其实这些的矿工 他们还有在做一些事情 是的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从末代的浮现 开始讲起 台湾开始封坑了 他们离开了 然后这个故事 他有后矿业时代的末代矿工的故事 然后所以这个展览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我们常常谈到末代矿工可能是想到过去的这段影像 但没错了 我们在谈过去的这段历史 但是他延伸到现在 有他现在的意义 所以这个摄影展其实不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矿坑的工作的状况 他其实也不是只有你们的同学参与的这个摄影的作品 而是包括当时非常重要的人间杂志 很多的摄影记者 包括像蔡明德等等 或者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资深记者 黄志明 他也参与了这个摄影展的这样的一个筹办 跟拍摄 甚至在教学的过程 所以我自己在看 因为我看过几张照片 我就觉得 哇这个我看到那个蔡赏的照片 蔡明德的照片想说 哇这个实在是太震撼了 那个那么大的矿产 然后我记得那张照片应该是一个发生灾难的时候的现场 对吗 对对对 我们就是蔡赏的照片出现在第一个子题 就是末代的浮现 因为台湾就是1984年的时候发生三大矿灾 明年即将就40年了 这三大矿灾包括土城的海山煤矿 然后三峡的海山一坑 还有包括瑞芳的九分那里的煤山煤矿 死亡人数将近300人 所以蔡赏的照片其实是他在现场拍摄的 那是台湾媒业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夜那一年 那也就是因为这三大矿灾 台湾后来加速了封坑的脚步 那一直到了2000年 其实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台湾要加入WTO 那平时对煤业的煤矿的补助之后 他最后在市场上就 最后一个商业运转的煤矿也就在2000年 陆陆续续的停坑 所以2000年之后 台湾基本上已经没有煤业生产这件事情了 所以在一部分会停坑的原因是因为刚刚谈到的几次的大型的灾难 那个真的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看新闻报导看到这些画面是让人很震撼的 然后也非常的伤心 然后当然这些矿产也包括后来也也这些所谓的灾难 也包括后来的人间杂志投入记载 或者包括研发的像绿色小组等等的 这个非常台湾重要的即时的这个影像团队的出现 也跟这个几个大型的矿灾是有很大的 有一些关联性的存在 那另外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加 刚刚谈到WTO的这样的一个进去 所以我们不再做这些补助 可是回到一开始在台湾的凯昌 采矿历史大概多久 那他在整个台湾的经济的发展当中 这种矿业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 其实台湾采矿历史其实蛮长的 但是我就直接从战后 就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开始来谈起好了 因为这一段历史 其实在战后台湾处于百废待举的年代 煤矿占了台湾自主能源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从4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 台湾的煤矿都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 从国防交通还有产业的发展 你看要发电啊火力发电厂啊运输啊 然后家庭啊就国防交通经济民生 每个方面其实他都需要能源嘛 然后这个能源里头呢 最主要的自主能源代表就是煤矿 在60年代啊台湾的煤矿产业 甚至占自主能源供应量的八成以上 哇 对 然后呢 那全 其实非常高的比例 然后呢 其实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能源危机嘛 就说它占八成 那就表示说有一部分其实是进口的 但尽管把进口的涵盖在内 在60年代煤业占全部能源的供应也超过了六成 然后后来我们也碰到能源危机 那能源危机的时候其实相当程度就仰赖煤矿供给 就自主能源的供给 所以在台湾的历史上 煤业其实是非常 尤其战后这一段历史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无论方方面面都需要 因为我其实是在台北科技大学工作嘛 它前身是台北工专 我们曾经就有矿野科 那对这个矿野 可以变成一个科表示它是一个生产链 表示它的这个规模是有一定的程度 是的 而且它是当年就是台湾设这个矿野 香港工程里头最早的一个学校之一了 所以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科系都跟经济的发展 有密切的关联 所以当年有矿野科 我想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产业当年在台湾的重要性 我说这个矿野科 包括说我们现在去翻台北工专 过去的这个B&A纪念册 也会发现当年的学生 到矿场实习的照片 所以我就想说 回应管老师的刚才那个问题 它在台湾的历史上的重要性 我觉得在台湾所谓经济奇迹发展的背后 梅叶曾经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但是后来80年代矿灾到丰坑之后 就那历史基本上好像就被遗忘了 被遗忘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么重要的产业 但是它有点突然间就消失了 那对这个产业我想绝大多数的年轻人 大概也不知道台湾曾经有这些产业 而且在整个自主能源上面 占了这么高的比例 那连产业都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连这些矿工到底长什么样子 或是矿工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它的工作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不会知道 就算我们稍微年纪大一点了 也是相当的陌生 所以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会有跟很多的矿工的接触 然后应该有一些访谈跟调查 可以告诉我们说 一般的矿工在矿场的工作状况 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不是有上下班的时间 或者说一时得要待在矿坑里面 那他们的生活是 如果上下班可能就回家 如果没有话 那他住哪里是住在矿坑里面 可是矿坑又潮湿 然后又阴暗 然后随时都会崩塌 那个听起来 我光是想象就很恐怖 他们到底在怎么去工作 有哪些的工作类型 然后工作的环境跟条件是什么 好 谢谢管老师 这真的是一个 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后来事情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很多 因为一般我们想到矿工 就觉得这个形象就是采矿 但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 因为矿工文史馆 一开始就是有十多位老矿工一起成立的 他们担任不同的工种 然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才慢慢发现 哇 其实矿场是一个摆工 我们这样无非 我们这样来区分好了 一个是坑内的工作 那坑内的工作除了采梅 采梅我们可以理解 它其实是坑内最主要的工作 但坑内的工作不只是有采梅 它其实主要有三种工作 三种最大宗的工作 第一个是绝境 大家就想矿坑在地底下 然后你要敲开这个岩层 把这坑打出来 所以它要绝境工 那绝境工其实 也是台湾得陈飞镇最多的一群工人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他必须要把这个岩层凿开 然后接近这个煤层 这是第一类的工人 那第二个是 其实你把这个岩层 打开一个坑之后 它可能会落盘掉下来 所以你必须要有设立这个坑木 那防止这个落盘掉下来 好 所以这一类工人叫做改修工 他们就设这个 用相似木设立这个支架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呢 像一个隧道在里面的一个进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的隧道是刚开始 但是台湾地底的矿坑很长 所以进去之后 有各种的小的巷道 这么理解好了 有大大小小 我们看到隧道可能是人还可以站立的 但是他约挖下去 那个煤层只有30公分 30公分 对 所以人都站不直 所以是必须这样躺着挖煤 但是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必须要设那个支撑 免得他下来这个30公分就压死人了 所以呢 随着开采一直往前进 除了要有绝境工之外 还不断的要有做这些坑木的改修工 去支撑这个坑道 不让他崩塌 然后呢 有采煤工 所以坑里头呢 基本上有这三种 最主要的 最大宗的工种 大概占了八成以上 就是绝境 然后改修 然后采煤 然后呢 大家想哦 因为他到地底下很长哦 所以呢 他还要把煤搬出来 所以他要有轨道工 处理这轨道 还有搬运工 然后坑道很地底下 他需要处理通风跟排水的问题 所以有积电工 所以我说 矿场基本上是一个百工的图像 那每一种工种呢 它的状况会不太一样 比方以绝境改修来说 他们主要 还有采煤 主要是论见记筹啦 比方说 我绝境绝境几公尺 就是多少钱 然后呢 我改修多少公尺 往前推进是多少钱 然后采煤也是以车 挖出来挤车来算 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个劳动条件 因应工种 会有不同的情况 但他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哦 其实 煤矿这个产业 煤矿工人这个工作环境啊 其实是台湾战后以来 其实是死伤率 伤狂率 执灾率 最高的一个产业 嗯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 哦 从1950年代 一直到封坑2000年 死在坑里的 有记录的 就已经有4000多人 哇 这比例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它是台湾战后 执灾死亡率 最高的一个行业 嗯 然后从19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从1956年到1991年 每年都有100人以上 死在坑里头 嗯 所以呃 我刚刚是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坑内的环境 但虽然每个工种 做的工作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我们之前疫情说 同导一命这件事 但是矿坑有点 一旦大灾难发生 这是同坑一命啊 嗯 嗯 呃 所以呃 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 其实 关老师还有各位听众 你们想看看哦 其实这个行业是 伤亡率最惨痛的 最高的一个行业 嗯 所以那时候 旷工们常提到 入坑就有抱着 去死的决心 嗯 嗯 然后呢 出坑的时候呢 出坑 因为下面都是黑暗的 当你出坑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看到 坑外的光亮 你会觉得 一天又活过来了 所以那时候 呃文史馆的 创办人 周曹南 周大哥就跟我们提到 当他看到 那个光亮的时候 那个心里 就会觉得 又活过来了 嗯 越靠近光亮 开始 唱歌 然后庆祝 每天的重生 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煤矿工人是 台湾一个 一个伤亡率 这么高的产业 然后每天入坑 就抱着去死 然后每天出坑 又觉得 又活过来的 嗯 这样的一个 大家是想看看 那种心理的状态 嗯 所以他的文化上面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会强调 这个及时行乐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 是不是能够 再活着出来 嗯 好 那 这是坑内的情况 先跟 呃听众 呃观众 管老师 呃 说 做一个简单的 说明好了 呃 因为我发现 这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对 地底下 怎么这么长的坑道 嗯 这到底什么营运的 然后 其实他有很多 方方面面 呃 我们在外面 很难知道的那种 劳动处境 这仿佛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然后每天工作 就像圣经一面 然后走过的死 一年都过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复活 重生的概念 我觉得那个 那个心理的状态 会很可怕 就是呃 见不管他的生活是不是住在坑洞 你没有工作在坑洞 就是你这样子光明黑暗 光明黑暗 不断的交错 你你甚至如果你真的是在里头 超过24小时的工作 你可能连天日长什么样子 说不定你都已经忘记了 因为那个工作 那个包括那个里头的压力气压 或者是那个空气里头的这种污浊 或者是那个闷 我觉得那个对人的身体的影响 应该很大吧 对 所以呢 呃 刚才有提到 呃 其实呃 尽管两千年之后 封坑他们出来了 但是不少人其实是带着职业兵出坑的 对 呃 像我刚刚提到的沉沸症 其实很多工人都有沉沸症的这个状况 那 所以呢 呃 其实他们已经出坑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两年前 哦 其实是台湾历史上也很罕见的啦 就是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活动匡工文史馆的军区匡工大哥们 也找回了 哦 还能够上街的老矿工 末代矿工一起上街 在五一劳动节那一天 其实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其实带着 两千年封坑 但是很多人有沉沸症 但是沉沸症这个疾病 非常的麻烦 嗯 他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嗯 他会随着年龄的增大 越来的越严重 其实台湾很多这个职业病 有多种职业病都有这个情况 对 但是台湾的这个 职灾的给付制度 当年对他们来说 你那时候被认定了 你就一次买断 嗯 嗯 但后来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呃 我认识这家老矿工 呃 当我一个脉络是在北科做这个 这个USR的影像计划 但另一方面呢 我跟我们有另外一个呃 团体叫做台湾劳动历史文化学会 哦 嗯 我们过去几年做了一个口述室的计划 访问了四十几位老矿工 其实有好些人 就是他必须带着氧气 哦 跟着来进行访谈 嗯 现在要带着氧气 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这个疾病 他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困难 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呼吸的 嗯 所以老年呢 除了医疗之外 照顾就变得很重要 呀 所以过去的一次买断的 早就没有办法支应他老年的生活 嗯 所以两年前呢 五一劳动节上街 是身体状况还不错的老矿工 然后一起上街 为这些没有办法上街的老矿工们呐喊 这个部分也在我们展览中出现 叫末代的呐喊 嗯 然后呢 呃 其实当初上街的诉求 就是希望能够有争取 像比照老农津贴 有老矿津贴 让台湾现存的老矿 能够安度他们的晚年 呃 我想这也是跟我们现在谈公正转型的 这个脉络有关 没错 嗯 嗯 所以 嗯 我看到一些报道 当时的报道 报道公库也有去做报道 对对 当时去上街的人 已经七八十岁 我看到好几位是八十几岁的这个老先生 哇 这个年纪那么大还上街 然后他 你看他说 这些人已经可以上街 是他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 是是 所以其实可能有更多 或是还有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带着这个氧气罩 氧气罩 那你们这些诉求政府有回应吗 我觉得这诉求蛮重要 也许过去的政府 他没有想那么多嘛 他可能对这个职灾也不了解 他对于这种后遗症也不了解 所以你说变成一次买断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当时的政府 他因为很多在知识资讯上面的不足 或者是那个想象的这种政策的延续 这种所谓的展延性的延展性的不足 他会做这种决策 可是既然现在问题都发生了 既然现在都上街头 既然现在看到了这些他们的生活的窘境 政府有任何的回应吗 其实目前是没有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们进行这个口述史计划 它其实是一个劳动度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也开过焦点访谈 找了一些研究国外的参加学者们 其实在很多国家 像日本 它其实都有相关的 像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老年矿工的一些 津贴跟生活上的照顾 主要是因为这个产业实在太特殊了 然后但是尽管我们有开了这些会议 然后老公公们也是破天荒上街头 因为他们上去的时候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其实没有下一次了 非常困难 而且他们要能够纠集这么多人 一起上凯特格兰大道 然后开记者会 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也非常谢谢工工那时候的前来报导 那我必须说是 到现在都还在努力当中 所以我们办这个展览 这个展区叫做末代的呐喊 反正就是两年前 五一上街这件事 但这个展区除了末代的呐喊 它下面还有一个跟它对照的 叫末代的见证 好 这是这一个展区里面 唯一出现的 80年代的老矿工在坑内的照片 这非常难得 这就是侯童矿工文史馆创办人周长南 他之前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 他偷偷把相机带进去 所以他拍了很多 但是工作的现场拍下来的照片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照片 大部分都是坑外的 但是因为周长南本身就是采矿工人 好 他就把相机带下去 所以他留下了80年代珍贵的坑内 劳动的影像 然后是 所以您可以看到30公分 它是怎么躺着挖矿的 然后基本上看到的照片 都大部分是没有办法站直的 所以这个展区 我们把末代的见证 跟末代的呐喊放在一块看 就是在让大家理解 正是因为80年代这种劳动环境 所以出现了两年前这个末代的呐喊 所以这个展区 我们刚刚讲蔡桑是末代的浮现 但是到了这里 我们就在谈末代的呐喊 呐喊的同时 我们回顾80年代 周长南自己作为矿工 在坑内里拍摄的照片 其实这是一组非常珍贵的照片 那也是 其实文史馆不只有这组 这么珍贵的照片 当年封坑的时候 侯童那里是瑞山公司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都散落在现场 那周大哥他就把这些文件 这些资料都收藏起来放在他家 这是文史馆为什么可以成立的 一个重要的背景跟基础 他那里有非常珍贵的影像文献 还有各种 还有老矿工现场会帮您说明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等一下再花点时间回来谈这个文史馆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还想要再请教疑问一些问题 包括里头的大概什么样的人 会去担任矿工这种角色 那他们的这么辛苦 那他们的生活的样貌是什么 然后他们的薪资又怎么样 然后有女性的矿工吗 因为我看到一些照片 有女性的矿工 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亚異 因为那个环境也好 那或者是那样的一个 过去女性进入这种采矿场 好像也是一个禁忌吧 为什么会有女性的矿工 这样的一个样貌的产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总想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在台湾的历史上面 经济奇迹背后有很多人为我们努力付出的人 这群人是就是老矿工 那目前在这个高雄的劳工博物馆 10月17号开始 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这个明年2024年的4月6号 都有一个叫做末代矿工的这个展览 那这里面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这个展区大概有哪些的这种主题 以及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访问这一次的这个测展 这一次的展览的测展人 郑怡文老师 怡文你好 郑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大概给我们了解了解了这个所谓的台湾的 这个矿业的发展 以及这个矿工在里面的大体上面的大致上面的生活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 到底是哪些人会去担任矿工 然后这么危险的工作 他们的薪资待遇又是怎么样 那他们住在哪里 也是住在矿坑里面吗 还是住在矿区的附近呢 好 谢谢郑老师的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矿场 我们台湾的矿业 因为地质严程的关系 都集中在苗栗以北 所以呢 尤其是东北角这一边 现在的所谓的新北市这一区 其实有很多的矿坑 所以一开始 这个矿坑很多的工作人员 就是来自于东北角这一区 当地的民众 但是呢 其实我们越了解 因为这个产业发展了几十年 在战后之后 所以呢 在这里会来这边工作 除了本地人之外呢 也有包括原住民 原住民的比例其实相当之高 然后呢 也有一些外省人 就是从军队出来之后呢 他们也到了矿场工作 那所以呢 我们以喉童为例好了 他原来在这里有第一枚箱支撑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外地人 来到这里工作 到现在 侯童在他的 他的这个地方啊 都还存在着昔日的公导 这公导就是建给 从外地过来的人工作为主 比方他有 他现在就看不到 但这个地名还在 叫宜兰导 就是那时候宜兰人 那时候宜兰过来的公导 对 然后呢 因为他们农忙 农闲之余呢 就来这里挖矿 所以是半农半矿的生活 所以有一个宜兰导 他就建这个 宜兰导是一个公导 给从宜兰过来的 单身的人住的 他也有原住民的公导 就跟宜兰导 就在旁边 现在如果大家去 喉童老旷工 为大家导览的时候 会经过这两个地方 然后呢 他还盖了很多的是 给家庭的公导 到现在都还在哦 就是那个地上物都还在 这个家庭的公导 大概就是1.3坪左右 然后一个家庭 1.3坪一起住 然后共用一个厨房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我其实那时候去喉童 觉得非常诧异的 就是到现在 这些建物在地表上 都还存在 您看到这些公导 也可以想象 当年除了本地人之外 有很多的外地人来这里 他来到这里 这公司直接有地方可以住 然后呢 他可以去挖矿 那基本上生活 就是有一定程度 所谓的稳定 那在那个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 来到喉童这挖矿 某个程度也是听说 这是一个比较高薪的行业 但就像我刚跟大家讲的 他确实在五六零年代 这个薪资可能比外面高一些 但是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 这个高薪可能是表面 因为就像前一个阶段提到的 这是一个伤亡 职灾率非常重的产业 而且他是论见计筹 一旦你受伤 你就没有收入 所以呢 我想一方面也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有人提到说 这么危险薪水很高啊 但是这个薪水 如果你真的看他每天可以得到的收入 其实也不见得想象那么的多 而且风险之高 然后呢 这个高薪到了80年代 其实70年代之后 这个薪资就开始停滞了 所以一直到了80年代 猴童那里是90年代封坑 那个薪水都已经不如外面的地方 我想就先大概这样 跟管老师还有听众们说明 这的确就是看到 这么所谓薪水相对比较高 但是那个生活环境 或者那个工作的危险性 那个代价也很高 一旦出事大概 我觉得那些薪水根本就不够用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谈到了 这些比较长期的 这些工商工业伤害 所造成的身体的这种肺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代价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想我们的政府 也应该要赶快来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在上段节目也特别提到 有女性矿工吗 因为我们知道在矿产里面 可能是一个非常阳刚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照片 大概就是脱光上衣 然后那个肌肉 然后油黑 然后要冒险泛滥 那女性 我印象里面好像女性 不能够上渔船 然后好像也不能够进矿展 那有这样的一个禁忌的存在吗 或是有女性矿工在里头工作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台湾确实有女性入坑的 其实台湾在1964年之前 坑内是有女性在里头工作的 他们一样做采煤绝境搬运 都有女性在这里工作 那1964年之后呢 政府就禁止女性入坑 那这个禁止背后有个原因 就1963年的时候 三光煤矿就在十分那边的三光煤矿 它发生爆炸案 然后呢 坑内爆炸 然后死了两对的夫妻 然后留下了11个孤儿 然后因为他们是夫妻一起入坑 然后那时候的事故的报告里 就提到说 其实国际的劳动公约 其实早在30年代 就有做这样的规范 就女性不要入坑 但是台湾一直没有这样做 但因为1963年这件爆炸案 留下11个孤儿这件事情 让政府觉得 好我们就禁止 1964年之后女性不能入坑 但是女性在坑内这段历史 我觉得文史馆留下非常丰富的资料 也就是说在64年之前 我们可以从文史馆留下的 它搜集到的一些文献 发现那时候女性在坑内 跟男性做一样的工作 但是真的是同工不同酬 男性的工资 女性的工资 大约是男性的六成左右而已 做一样的工作 然后呢 1950那个年代 猴童那边也发生了一个矿灾 然后坑内有死 死亡的人 有男性有女性 资料上面 甚至可以看到 女性的抚恤金 是男性的七成 哇 天哪 连祭品都不一样 就说人死亡 然后有祭品 然后连祭品提供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1964年之前 女性在坑内这段历史 我觉得真的是一段 非常重要的历史 坑内女性的比例不高 但是她的待遇处境是这样 但1964年之后 她们不准再入坑了 那时候如何禁止他们在入坑 直接不让他们做坑内的保险 好 那就只好到坑外 那现在我就在补充另外一段 矿场工作不是只有坑内 有坑外 坑外包括什么呢 你运出来之后 好 梅矿跟石头夹杂 所以你要整梅洗梅 所以坑外会有整梅厂 洗梅厂 好 你整理完这些梅矿跟石头之外 你必须把这石头拿去倒 这坑外的工作 1964年之后 女性她离开了坑内 大部分就转往坑外工作 所以坑外这些工作 大部分都是女性在从事 那她的工资 当然又远不比坑内来得高 所以就像管老师刚提到 我们讲到矿场 这个环境 往往就是想到男性 这种形象 但其实她从过去到现在 在历史上如果没记错 大概有10%左右的女性 其实都在矿场工作的 尤其是64年前面这一段 这个历史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她相对少被探讨 跟挖掘 64年之前 其实台湾有为数 有一定比例的女性 在坑内工作 我们之前进行的口述时访谈 也访问到几位 曾经入坑的女矿工 真的就是带着呼吸戏在访谈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 必须强调的是 她们做女矿工是一个劳动者 但她同时又必须负担 家务的劳动 这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矿场女性真的好辛苦的 我觉得那真是超人 她也要照顾家庭 照顾小孩 对 没错 然后就算64年之后 她们不能入坑在外头工作 她在家里 其实也会很担心 丈夫 儿子 甚至爸爸在坑里 能不能平安归来 所以 我们同学在访问 胡同矿工文史馆的女矿工 吴宝盈的时候 她就提到这个场景 就是每天就在担心 是不是能够归来 所以学生也根据她的记忆 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就是在门口的那张照片 是 那张照片很好看的 就是拍的真好 就是那个 应该是一个背光的画面 然后一个孤独的声音 就站在门口 那就是一种等待 或是那种不安 在那个画镜头里面 在那张照片 我觉得展现无遗 对 因为那张照片 其实 我们那时候做这个计划 USR这个计划 其实也就是带学生到现场 然后由学生来访问老矿工们 然后理解她过去在这里的劳动记忆 然后选一个场景来再现她的记忆 当初这么做 一方面也是 因为我们是通视课嘛 很多学生其实是工科背景的 然后呢 也是透过这机会让他们能够 一开始来 他们可能是因为觉得要学摄影 但是来这个进入这计划 他会发现 他透过跟老矿工的亲身访谈 因为他必须尝试进入他们的世界 这个照片才能拍出来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原来的末代矿工摄影计划 他内涵的就有关于矿业劳动文史传承的意涵 所以这些学生去做这些访谈 特别是工科的背景 那也许他一开始只是为了摄影 但没想到可能被被骗了 或者是要去做一些 应该是说摄影就不是纯粹的按块 摄影要做很多的事情 摄影要对你的对象 要对整个环境对历史文化要去了解 他绝对不是按块门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学摄影 就是很单纯 就像按下块门 然后构图好就完成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个过程对他们讲 从原本的期待 或者是可能去休课 然后但是没想到 还要跑到喉童去 然后去做访谈 他们的心理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是说 跟这些老矿工 这年轻的学生 工科的学生 跟这些老矿工之间 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吗 或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或是反思吗 关老师 这个真的是很有趣 因为就像您说的 他可能一开始觉得 雾上贼船 虽然我第一开始就说清楚了 我们要去喉童 然后这个课不是来混的 我喉童也去旅行 或者去看猫 对 而且你也不是只来一次 你要拍好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那个付出远远超过一般对通试课 量课 爽课的这种想象 我一开始又说了 但是我说的跟他们理解是有 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可以理解 对 其实他必须要在一个学期内学到技术也得学 因为包括这坑内 其实我们要学打光 所以您刚刚提到 黄子明老师 刘子正老师 钟义杰老师 都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来教大家怎么 这当然涉及到技术的层面 他必须学打光 学各种拍摄的技术这个层面 但是呢 他更重要的 他也必须要去进行访谈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是人物肖像吧 但是他是一个环境肖像 你必须去选一个场景 再现他们的记忆 这是他们的记忆 不是你杜撰出来 所以你必须访谈 接着他们必须跟老矿工们合作 去挑一个场景 然后把这个记忆再现 才叫做完成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就一个课程的要求来说 他最后必须要这样完成 他要走到这一步 必须经历这个过程 那包括他一开始 对老矿工很陌生 因为他们出生之后 根本就没有矿业了 但是这个人 活生生在他眼前的时候 所以这个互动 其实是有点好奇 又陌生 但是又是一个 不断接近的过程 但我必须说 我觉得学生 其实那个投入是很惊人的 因为他不止课堂要去 他必须要课余时间也去 然后又去了好多次 然后呢 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种种 那我认为 其实之所以 学生能够这么投入 其实某个程度 就跟我当初 遇到老矿工一样 其实会被他们的精神给感动 你想他们已经七十几岁了 然后呢 就想在他们的余生 让更多人知道 他们曾经经历过的 这一段旷业劳动历史 他认为这段历史 不应该被遗忘 不只是至于他个人 还有对于 整个台湾社会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学生 在过程中 也是被他们感动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 我们做了好几个计划 这是其中一个 每次期末展演的时候 学生都会说 我们一定要拍好 如果没拍好 会对不起 旷工爷爷奶奶 不是对不起老师 这很重要 老师真的没什么重要 那个对上才是 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才感受到 就是说 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旷工爷爷奶奶们 他们那种 那种投入 那种感受 我的意思是说 学生都能很清楚的感受到 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事做好 所以他最后其实 已经超越了一般 我们一般对空式课程的理解 那学生的尽管这么超这么累 但是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 所以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我也学习到很多 就是这四年来 就遇到他们大概是将近四年 然后呢 我这四年来就一路见证着 文史馆的变化 我们一开始是比较早过去的学校 但是后来又陆陆续续 有很多学校也过去 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他们都能够感受到 非常类似的那种老矿工的那种热情 那种动人的一面 想要把这个历史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些老矿工们在退休之后 或是停止矿产之后 他们要去投入这些文史工作 甚至还成立的一个文史馆 然后有一群人在做这种文史的导览 为什么他们还有这么大的热情 然后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这个年纪那么大还有这么使命感 还有体力 然后这个持续 然后不屑的进行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厉害 然后也很动人的一件事 对以前我们在讲能动性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种极致的发挥 其实他们离开 他们大部分是在侯童这里工作 那时候90年代要离开 那时候他们还中壮年 大概四十几岁 所以他们离开矿场之后 还去做了台北这种营造业 学穗 捷运的开挖 这些工作 其实很多有他们的身影 但七十几岁了 他们回到了侯童 那侯童变成一个什么地方呢 猫村 大家想到侯童就想到猫 我也去那边看猫 对 但是几乎忘记了 就很多人都是去看猫了 没错 但是呢 其实很多人都忘了 侯童曾经是台湾第一梅乡 这个煤业的历史被掩盖了 然后老矿工也说了 其实当年关矿之后呢 人口外流 就人口老化嘛 他们这种中壮年都出去工作 所以有些老人养猫 开始陪伴他们 所以猫村其实跟矿业的背景 是有关联的 但等到他们七十几岁回来 这个脉络已经被切断了 想到侯童就想到猫 不会想到矿业 不会想到煤业 然后呢 其实侯童那边政府 有弄了一个煤矿园区 它有一些展示 但是展示里头 也缺乏劳动者的 比较缺乏劳动者的 这个故事跟生意 就刺激他们 觉得我们来自己 弄一个矿工文史馆吧 所以他们是自掏腰包 一开始是拿出自己的 懒文年金 设了这个文史馆 当然它可以设 有个基础 就是它当年有很多的收藏 都放在家里 就是那种对矿工的认同 这么辛苦做这工作 那种认同 其实生在它的脑海里 尽管它中间已经去做别的工作 十年二十年 但是回来 它还是很想让大家知道 他们曾经经历的矿业的历史 因为呢 可能也不只是它 这故事还有它的阿公阿嬷 就像好几代做矿工的这个历史 想让更多人知道 不过这个文史馆 在经营上面 据说也面临到了一些困难 对 因为其实过去四年多来 我真的是目睹一个奇迹 因为他们我们做一个文史馆 一个博物馆的概念好了 做教育 做这个 他们有跟很多学校 做共创合作 研究 有国内外都有学者 去找资料 都在这里 然后他们也做了 各式的推广 所以我见证了一个奇迹 就从一开始 可能知道人不多 到非常的火红 但尽管如此呢 他们明年会碰到 一个最大的危机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厂指 是租来的 然后这个厂指呢 明年年终六月的时候 就不租给他们了 然后呢 我也必须说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比方周大哥75岁 现在也80岁了 我觉得要 就年事已高啊 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越来越困难 他们不是所谓的志工 他们就是经营者 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展览中呢 也提出了所谓的末代的期盼 老矿工也跟我们谈了好多次 他希望政府 之后在不久的将来 政府能够建立一个矿工博物馆 因为我 就我来说好了 我觉得老矿工一定会更感伤 我们其实很不希望 他就这样结束 因为我就眼见着他 他的发展 这样的兴盛 但是到了明年年终 场地没办法解决 然后人事 人事 就是 大家可以想象已经进入80岁了 然后一个月还要做15场的 户外导览 一场差不多2到3小时 这个体上是很大的考验 我记得有在做导览 那个其实蛮累的 现在是一个月15场 以前还有一天两三场 因为他们那种 想让大家知道的心意之强烈 对 所以呢 现在有个比较大的 就是生死存款 或者关头 明年的年终的时候呢 场地不租了 老矿工年纪也高了 到了80岁了 所以会希望 不久的将来 工部门能够成立一个 矿工博物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高雄展的 另外一个目的 因为高雄劳工博物馆 是工部门 唯一成立的 劳工博物馆 也希望说 能够在北台湾 能够成立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 矿工博物馆 然后这个展览 我们放在高雄博物馆 当背后也有一层 这样的意涵 希望能够让南北的 管设连接起来 然后一起来推动 台湾的劳动文化 这真的蛮重要 就是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展览 不是只有在呈现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还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产业 这样一些矿业 在台湾的整个 经济发展上面的 重要角色 我们不应该 忘记这个产业 更不应该忘记 这个产业里面的工作者 那很重要是 他还有包括现在的学生 跟过去的记忆 跟过去的这些矿工们 相互对话 相互呼应 相互碰触了一些火花 那当然也很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那高雄有劳工博物馆 那台北呢 矿工有没有他自己的 专属的博物馆 既然这样的一群人 对台湾的经济 有这么的重要性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政府可以再持续做什么 除了博物馆之外 还包括刚刚谈到的 这个 这个矿工的 这些相关的 这个 矿工的年金等等 也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 注意跟关注 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或观众朋友 可以到 这个 高雄老公博物馆 一直到明年的4月 都有这个展出 那今天非常谢谢 宜文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重要的故事 这么重要的精彩的内容 希望下次会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谢谢你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关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